全新的工業水泥袋 裡面夾進泡泡紙 也可以當成抱枕 業者發揮巧思 把工地帶進餐廳裡 讓大家可以感受不一樣的風情 真大眼睛你沒搞錯 長生在台中逢甲商圈 小巷裡的這一間餐廳 打開門裡面沒有桌椅 板核遍布 鷹架 木板 跟工業水泥袋 但這可不是還沒有完工喔 而是真正的餐廳 想要吃飯要像真正的工人一樣 想辦法在鷹架上爬上爬下 自己找空間休息 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木製的箱子可以是樓梯 可以是椅子 也可以是餐桌 一開始進來逢甲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夠針對 我們看到的一些違建 或者是一些攤販 一些比較亂的一個場景 然後來做一個空間的對應 一些土地的事情 被年輕人知道 還不如讓年輕人 來參與這件事情 業者指出把鷹架搬進室內 除了要打造不一樣的用餐環境 同時也是在展覽體驗藝術 希望透過實際的攀爬工地鷹架 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一起探討圍界 以及體驗工人的生活 為了要做工人主題 去思考阿比阿比 販售的飲品也沒在馬虎 參考工人喝的提神飲料 製作出工地特調 業者說他其實在打造這間餐廳前 原本是旅宿業者 當時他向外國人推廣台灣特色 卻發現國際知名度不高 競爭力也不足 隨後他就投入教育圈 擔任大學建築系的助理教授 他認為關懷以及認識台灣的議題 應該要從年輕人開始 但此版本的課本沒有吸引力 所以他透過藝術展覽 搭配販售年輕人喜愛的親食 希望可以利用實際體驗 讓年輕人關心台灣的居住環境 好就是當他面臨到 這樣子的一個窘境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如果跟環境和解的共存 是很重要的 儘管因為建築外觀太過特別 引起相關單位的關心 但他也不氣餒改建再出發 繼續利用獨特的行銷 讓顧客用區 用看 用體驗 關注在地的工地工作環境 以及建築相關等議題